这个男孩即将被吃掉 只因他得罪了十组巨人 对方一口气能吃掉一头鲸鱼 他还不够给巨人三牙缝的 巴特王原本过得很惬意 突然一位老者惨遭毒手 是巨人战士入侵城市 可巴特王早就杀死了巨人 这次是他的儿子来报仇 巴特王只牵着一条狗应战 没想到巨人二世的体型远超他吧 巴特王还是料出了狠话 他的弹弓已准备就绪 只是地面打扫得太干净 连石子都找不到 巨人一把抓住巴特王 把他当镜子一样锤 巴特王瞅准时机 一剑削掉了巨人的头发 巨人也掏出弹弓 将巴特王狠狠地甩飞 自此巨人成为新任国王 巴特王遇到五岁的耶稣 他要为人民主持公道 小耶稣享年五岁 自此巴特王整日健身 小羊成为他的练手工具 谁说羊就没点脾气 巴特王来到巨人塔下 准备用绳索爬上去 没想到却勾中了士兵 他又尝试了一次 还是勾中了卫兵 这时巨人用下吃完的玉米 巴特王废无利用 靠强大的臂力爬到塔顶 可还没等他的台词说完 巨人就将他踹飞 还拿起叉子准备吃了他 危急关头 巴特王顺手抄起油灯 扔进了巨人的口中 高塔瞬间爆炸 巴特王小心活了下来 他向百姓们宣誓着胜利 突然巨人出现在他背后 巴特王魂都快下没了 不知是谁飞吃了巨人 他从高塔上坠落 原来是死去的耶稣 末日审判有多可怕 地狱之火烧遍世界各地 辛普森刚从教堂出来 近看到天启四骑士 这就是启示录中描绘的末日 弗兰德一家在虔诚的祈祷 一速受光将他们带走 马基想让家人上天堂 只有丽莎有资格 突然地狱大门向他们敞开 侯母闻到了烤肉的味道 一家人随即跟得上去 在古老的埃及 法老逼着孩子们做苦力 修筑巨型金字塔 华多的巴特总是爱鞭子 这片法老清零现场 问他们是谁搞的恶作剧 没想到 巴特站到一棵树手上 其余所有人一人赏一只皮鞭 丽莎怂恿好似造反 此时的巴特被罚刷马桶 法老和情人在帐篷里造人 突然头上掉下一大堆青蛙 原来是丽莎想的计策 这些青蛙携带着瘟疫 好家伙 法老把他们全吃了 两人被丢进金字塔 里面全是些雕塑木乃伊 好似乌按下机关 两面墙壁逐渐压了过来 幸亏设计机关的人是强迫症 他们顺着钢刺爬向出口 两人奇迹半逃生 并煽动奴隶们集体逃跑 但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 眼看法老带着大军追来 丽莎突发奇想 让所有人都上厕所 然后同一时间冲马桶 巨大的激励一瞬间将湖抽干 法老命令军队追上去 当来到湖州央池 西泽的湖水又折返回来 一瞬间军队被洪水冲垮 孩子们全都安全撤离 这些寿司有多好吃 猴沫一口下去 这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食物 猴沫将寿司打包带回家 料理师让他尝尝鱼头刺身 猴沫犹豫了片刻 但还是吃了下去 猴沫带着最爱的寿司和妻子分享 马基心想 如果猴沫不先吃就原谅他 不出意外 猴沫还是改不掉嘴馋的毛病 马基对丈夫很失望 猴沫将寿司倒进狗盆里 当狗吃进去的一瞬间 寿司老板觉得心好痛 狗子吃得心满意足 可寿司们却想逃离此地 狗子打了一个哈气 寿司们看到有亮光 他们整齐的排成一条 狗子感觉到肚子有反应 他立即走到门外 在院子里寻找一块空地 寿司们要迎接一段新的旅程 另一边 丽莎和巴特的午餐拿错了 哥哥只留下两颗胡萝卜 丽莎问豪斯要吃的 没想到却被他拒绝 原来豪斯玩的是欲擒故纵 这招果然奏效 在丽莎眼里 豪斯更有男人味了 他不仅为对方制作三明治 甚至还烘焙小点心 豪斯变本加厉 他从房顶上一跃而下 幸好没有受伤 可下一秒 恐怖书就被他毁了 看来真男人确实不好当 豪斯终于找回原来的自己 口目化身超级英雄 竟贫一己之力对抗邪恶四半 辐射侠在街上巡逻 他突然收到求救信号 于是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原来是邪恶联盟搞的鬼 敌方有国王老梅 迪克斯游龙 还有煤球女妖 他们全是饮用水的天敌 甚至碎地人弗拉克也在 他将泄露的煤气注入地下 辐射侠大声呵斥敌人 对方却不但回事 他顺移来到碎地人身后 敌人拿起油管喷射烈焰 辐射侠双拳难逼四手 立即请求支援 煤球女妖嘲讽他们 今天没有阳光也没有风 太阳能侠和风能侠完全没站立 辐射侠只能以一敌四 他试图用嘴对能力说服游龙 对方并没有理他 直接向他喷射汽油 辐射侠挡下攻击 正准备反击 被国王老梅一击命中 辐射侠擦了擦脸上的灰 紧接着煤球女妖又发起攻击 敌人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最终一记地震波 将辐射侠轰到了外太空 太空的绝对领度将他并动 再落到地球时 他已经奄奄一息 辐射的能力越胜越少 好家伙 坏人竟赢得了胜利 原来这本万话叫辐射侠之死 故事内容掉足了观众的胃口 大街上排满了各地的粉丝 甚至一眼都望不到头 猴目也带着巴特排队 这个男人彻底疯了 切化身愤怒的绿巨人 他痛恨这个世界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傻子 这一切被斯坦里老爷子看到 他表示绿巨人是自己的作品 学校请来动画作者 分享成功经验 威命狗火遍全网 尤其是呕吐射限制级 刚是创下商议播放量 校长却笑不出来 这会误导孩子们 回到教室 学生们纷纷效仿 创造自己的卡通人物 巴特画了个危险狗 就急着拿去漫画店出售 碰巧漫威创始人经过 看着巴特的漫画 如同狗屎一样 巴特继续寻找灵感 意外看到老爸的傻样 把他的动作都画了出来 命名为愤怒老爸 没有素材就自己创造 恶作剧把老爸逼疯 果然漫画获得大家的好评 漫画店也同意上架他的作品 斯坦里老爷子都有一些忌妒 巴特开立场签售会 还引来动画公司老板 漫画经过上色处理 又长了专业的声优配音 迅速在网上疯传 就连猴沫的同事都在看 他才反应过来 原型竟是自己 回到家 猴沫死死的掐住兔崽子 没想到巴特变本加厉 还制作了一颗陷阱 猴沫穿过层层仙人掌 掉进事先准备好的油漆里 摇身一变成绿巨人 最终他住进医院 巴特非常后悔 医生表示 他其实救了老爸 如果不是巴特 猴沫的怒气得不到释放 他就有致癌的风险 所以巴特才会一直气老爸 这会让猴沫活得更久 你相信光吗 辛普森一家全员变身 化身成经典角色 守护地球和平 他们在丛林里探险 砍遍路上的障碍物 竟发现猴子版辛普森 世界的尽头是什么 随着画面的上升 带你寻找答案 我们生活在蓝色的星球 接下来是太阳系 在这之外还有外星人 无数个星系 会聚成银河系 银河系之外 还有超星系星团 它们竟是原子核的一部分 接着原子又构成了分子 而分子会组成基因 然后形成细胞生命 人类有无数个细胞组成 所以宇宙的尽头竟是猴沫 辛普森一家成为道具人 特计摩托车从他们头上飞过 再一次抢沙发时 猴沫竟撞断了腿 配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 派巴尼去当替补 不争气的猴沫竖起了大拇指 辛普森一家骑动感单车 都把车给骑走了 只剩下猴沫在风中凌乱 辛普森一家有多好吃 让人馋到流口水 可以炸着吃 味道香脆可口 再撒点马沙拉 或者放进微波炉 一秒就成型 三明治夹心也不错 只不过要防止猴沫偷吃 做成蛋糕更美味 最好要现做现吃 还有糖果辛普森 猴沫会忍不住先吃掉巴特 将辛普森拍成大片 是种什么体验 先给到所有人物特写 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他们将面临最危险的挑战 一家人冲进客厅 巴特甚至骑上恶魔单车 丽莎带着小麦跳龙 马鸡摇摇地扭动着 猴沫差点就被炸死 他们在屋外还有接应 一家人只有一次机会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这不仅仅是个挑战 更是考验大家的团结和勇气 一家人终于坐到沙发上 下一秒就被末日陨石撒死 辛普森的电影被做成光盘 在音像店限量发售 没想到遭遇拆迁大队 一切化为泡影 辛普森一家变成老式钟表 每晚五点准时上线 辛普森一家炸了 甚至有时会撞碎一地 不管死多少次 平行世界的他们无穷无尽 辛普森一家打破了二次元 还会遇到七百斤的胖子 那也不妨碍他们抢沙发 如果未经允许插广告 一家人会毫不留情的踩死他 这天沙发上没人 原来是红墨忘带钥匙 全都被关在门外 其实辛普森一家是荧光体质 不开灯也能看到 飞行器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了 而且小麦驾驶的最溜 他们偶尔会走错片场 比如金大叔访谈秀 辛普森一家从此爱上了综艺 红墨发现来不及了 一家人中途下车 向着演播室狂奔 一个街头魔术师吸引了侯墨 他掏出兜里的所有钱压住 不出所料 这个月的工资全交了学费 一家人赶到时已经迟到 保安死活也不让他们进 侯墨一记头锤攻击 闯进直播间 女助理拦珠去路 侯墨可不怜香惜玉 带着家人闯进演播室 没想到这一过程被全程直播 主持人破口大骂 难道不知道这是直播吗 真是不爱套路出牌的一家人 辛普森一家被吃了 沙发竟是外星生物 甚至把他们都变成沙发 让侯墨也尝下被做的滋味 在这之前 沙发跟大家关系融洽 有时还在家里开派对 辛普森一家并没觉得奇怪 当他们逃命时 引来镇上所有斗牛沙发 数量多得数不清 只怪他们身上的红色太显眼 最终逃到自家沙发上 突然冲进来一头沙发 直到有一天沙发死了 一家人将他埋在后院 接着去农场挑选新沙发 侯墨一眼相中一头 刚开始他很难驯服 非常讨厌被人坐着 尤其是那么胖的侯墨 结果他摔成粉碎性骨折 晚上新沙发等一家人吃饭 可他们总是迟到 Go sleep on the bed 他布置好陷阱 将辛普森一网打尽 多亏了小傻瓜 将他们从沙发肚子里解救出来 辛普森一家追到外太空 侯墨发现沙发的身影 一击将他摧毁 突然飞船开始剧烈摇晃 好家伙 原来外星沙发不止一个 他们瞬间被团灭 辛普森一家有多惨 竟需要鸟来投喂 虫子吃多了 就会变成基尼太美 侯墨这个沙标 竟把蛋给做碎了 还不忘尝尝未倒 一家人被做成飞标 个个都能成功上把 只有侯墨胖的哪都上不去 他还想一人独占沙发 一家人直接坐到侯墨身上 辛普森很崇拜消防员 学着他们的下楼方式 侯墨却胖得下不来 打印机把一家人打印出来 只有连机器也被侯墨卡住 他每天都胡吃海塞 巴特偷走了老爸的啤酒 把酒扔到了后院的电线杆上 侯墨正吃得起劲 才发现啤酒竟挂在窗外 他气得冲到外面 尝试爬到树上去钩 为了喝酒 他不惜挺而走险 没想到 这上面还有电 侯墨尝试了无数次 直到天都黑了 他挺着大肚子 依旧不放弃 还尝试着直接喝 就这样一次次的触电 导致附近的电线开始短路 直接影响到整个城市 最终陷入到一片漆黑 辛普森穿越到我的世界 身体突然炸了 巴特超完黑板回家 跟往常一样踩在老爸车上 他竟然摔死了 这导致丽莎也一头栽到墙上 下一秒 马基带着小麦回家 直接把侯墨给装死了 杀手还在家等着他们 巴特死后变成虚拟人 重复往日的生活 悲催的侯墨在游戏中也要上班 马基带着小麦逛超市 竟把女儿当成商品扫码 幸好被收益员装进购物袋 丽莎眼中的电子鹰鹤立鸡群 被老师赶出教室 侯墨下班扔的燃料棒 被巴特捡走 游戏中的他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小麦的驾驶技术也变得一流 车种飘移过弯 这次再也没有失误 一家人都安全抵达 只有侯墨是地狱难度 再次被母女俩追着跑 一家人幸福地活在虚拟世界 每天到处闲逛 这里完全还原了春田镇 日常的任务就是过各种关卡 到家就算顺利通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